原今夏见路易回来 满心欢喜地为他不菜 桌上众人见状也纷纷出言调侃 原今夏平时性格大大咧咧 如今听着这些不着调的话双耳微红 路易闷上风轻云淡 内心却将他们所说依依牢记 乖孙儿 如今你都出狱了 是不是应该将路府归整一番 好上门提亲啊 今夏这丫头等了你三年之久 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呀 盖书端着酒杯 两只眼睛一会儿瞧着路易 一会儿又盯着原今夏 根本忙不过来 杨月也积极附和着盖书的话 就是啊 下眼 你瞧瞧我 再过几个月歇而就要临盆了 你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尚未解决 那个大人才刚出狱 现在谈这件事为时尚早 我不挤 不挤 袁今夏正想端起酒杯来掩饰心虚 玲玲以气刀眼看过来 她立马放下了酒杯 我不喝 我就闻闻 闻闻 袁大能一听自家女儿说不挤 她就不干了 什么叫不挤 你如今都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先前和你相亲的那个一家老三孩子 都要上司属了 你倒好 还未嫁出去 你去听听 街坊林里对你的议论说得多难听啊 路易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自己和袁今夏的事 他连忙表态 说是会给袁今夏一个成大的婚礼 其他人见他目光坚定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袁今夏低着头巴拉着碗里的饭 一言不发 路易能看得出来 他提出婚事袁今夏不开心了 可又不知他为何不愿 难不成他入狱这三年发生了什么事 一想到袁今夏可能不想嫁与他了 他连表面的云淡风轻都维持不住 正想开口 屋外进来一人 路易转头相望 二人相对无言 最终还是来人打破了沉默 公子 曾扶一生公子 让路易这个性情内敛之人 都险些抑制不住眼泪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可就没有口福了 今日你家公子出狱 大阳可是使出了看家本领 袁今夏剑总算有一人出来 打断了方才的话题 这才活了过来 这一顿饭一直从白天吃到了黑夜 众人散去之时 路易与林林二人单独相见 袁今夏害怕林林为难路易 想要跟着上前却被盖书所拦 丫头 林儿自有分寸 你就不要添乱了 林大夫 晚辈知道夏琳两家几百条人命 不是晚辈三年诏语之苦 就能偿还得轻的 可晚辈但今夏之心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晚辈此生不负今夏 林大夫可否将今夏托付于晚辈 路易放低了姿态 跪于林林面前 林林沉默一时 他便煎熬一刻 其实大人之间的恩怨 不应该牵扯在孩子身上 更何况当年之事发生 你不过也只是个孩童 三年诏语之苦 实属无望之灾 其实你父亲当年拿出招雪书时 我就已经原谅路加了 你与今夏一路走来 所有的情谊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尤其是这三年 今夏所受之苦 我这个当已的看得心里也难受 今夏是我夏琳两家唯一的血脉 只要她高兴 怎样都好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让她受委屈 否则我会让她彻底忘了你 林林难得与路易说这许多话 那和她实在看不得今夏如此自苦 今夏前些日子半案受了伤 今日应该早些些着 时候也不早了 你带着她回去吧 林林说完 也不看路易一眼 静止出了屋 在今夏一脸担忧之下 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众人散去 只留路易与原今夏走在月明星系的大街 路易暗暗苦恼 为何白日没有发现 原今夏那苍白又无血色的脸庞 为何已经闻到了草药之味 却不曾关心过她一句 为何谈及婚嫁之事她分明不悦 如今她却不敢开口问 惊吓 你受伤了 路易见原今夏没有停下脚步 只能将一扇单薄的她 往自己怀中挠了搂 但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刀口舔血 受点伤又有什么 再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一数高超 我这点伤在她眼里什么都算不上 原今夏轻毛淡血 就想将受伤一事轻轻接过 路易却极其重视 你身上再小的伤与我而言都不是小事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路易鼻头发散 那何原今夏不曾察觉 大人放心 我自有金甲神人护佑 逢凶化己 遇难成想 原今夏说着 给了路易一个明媚的笑脸 就是这样一个笑容让路易觉得 夜晚的寒风不足畏惧 那你这些日子可要好好休息 好好养伤 等着我来娶你 路易当然知道 原今夏不会老老实实 可是该嘱咐的他 还是忍不住啰嗦了一句 大人今日才出狱 陆府及其家产陛下也已经悉数归还 再加上如今大人已官复原职 想必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大人还有的忙 澄清已是真的不急 而且我时下家已孤 大人若是娶了我 有心之人难免会察觉 下家一日不平凡 大人与我在一起就会有软肋 我不想连累你 亦不想连累陆家 原今夏考虑的这些 路易也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他们之前已经错过了三年 路易不想他们此生就这般毫无结果 惊吓 你信我 我会处理好的 路易停了下来 他用惊吓入怀 用自己双臂的力量告诉他 他有能力护他周全 原惊吓将脸埋入他的肩膀 一如当初他奋不顾身 闯进司马府将他救出那一日 我一直都相信大人 大人 今日天色已晚 陆府想必也没有那么快打扫出来 今日就委屈大人在我房中一宿 到了园宅 园大囊也不反对路易们留宿 园惊吓更是体贴地喂他 烧好了洗漱的热汤 看着他这样忙里忙外 路易于心不忍 你身上有伤 我好手好脚 这些都可以自己来 你快去歇着吧 路易端过他手上的盆 目送他进了园大囊的屋子 空心不忍 你 Cornell 我看着他 帮你 你看着他 帮你 我你 你 还有 我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